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佛法英语个堂 今天呢 是我们的四十六凡十法界篇第一期 佛法界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课堂的内容 佛法知识呢 我们首先会简单介绍一下四十六凡或者说十法界 然后我们会着重讲一下佛的始终德号 之后呢 再简单介绍一下佛的功德 最后我们再讲一下跟修行有关的知识 那今天呢 修行知识就是如何修佛 那英语方面呢 我们会讲佛法界 佛始种德号 以及佛功德有关的一些英文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会讲跟修佛有关的两个句子 以上呢 就是今天课堂的简单介绍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堂吧 那四十六凡呢 又称作是十法界或十界 那十法界呢 或十界 英文就是 The Ten Dhamma Realms The Ten Dhamma Realm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hamma Dhamma呢 就是达摩 就是法的意思 Realm呢 我们之前讲过 它就是界 所以对应的就是 The Ten Dhamma Realms 那四圣呢 四圣又名四圣道 圣道的 四圣对应的英文就是 The Four Holy Realms The Four Holy Realms 这里的Holy呢 就是神圣的意思 那四圣分别是 佛法界 菩萨法界 人觉法界 生文法界 六凡 又名六凡境 六凡道等 分别指的是天法界 阿修罗法界 人法界 畜生法界 恶鬼法界 以及地狱法界 六凡的英文就是 The Six Mondain Realms The Six Mondain Realms 这里的Mondain呢 就是世俗的 平凡的 那四圣六凡 凡夫呢 是没有跳出三界 人流转于六道轮回 那四圣呢 是已经了错生死 超凡拔俗 跳出三界 已经脱离了六道轮回 今天呢 我们来着重讲一下 佛法界 那佛法界的佛 是梵文佛达的音译 佛达 全称佛陀 也译作佛陀 佛陀 佛陀等 那佛达呢 意思以为 武道者 觉者 知者 佛是所有法界众生中最究竟圆满的圣者 度中公行圆满 达到自觉觉他绝满 那里一切众生 是出世圣人中最高的境界 那自觉觉他绝满 自觉呢 就是自己已经觉悟 绝他就是开导众生觉悟 绝满就是彻底的觉悟 究竟圆满 我们来看一下 佛的十种德号 佛的十种德号英文就是 Tentitos of the Buddha Tentitos呢 对应的就是德号 那第一种德号呢 就是如来 如来对应的英文就是 那如来梵语或说巴黎语呢 就是 如来呢 是对佛的总称 金刚金有云 如来者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故名如来 第二种德号呢 就是应供 应供简单的解释就是值得供养 所以对应的英文就把它翻译成了 Wat the one Wat the one 或者是Wat the of offerings 或者说Wat the of worship 就是值得供养的意思 那翻语呢 就是 阿汗 阿汗 那应供呢 也就是阿罗汉 那第三种德号呢 就是正等正觉 英文呢 就是 Truly or knowing Truly or knowing 那有的地方呢 也会把它翻译成Truly awakened Truly awakened Awakened呢 它是awaken 加上了ed这个后缀 变成了形容词词性 awaken它本身是个动词词性 觉醒觉知的意思 加上这个ed这个后缀呢 它就变成了形容词词性 觉醒了 那泛语呢 就是 三妙 三菩提 也就是三妙 三菩提 那正等正觉呢 有一作是 正辩知 那第四种德号呢 就是 明行族 明行族呢 是指佛陀圆满 具足三明 三明指的是 天眼明 宿命明 陆经明 明行族对应的英文就是 Perfect in knowledge and conduct Perfect in knowledge and conduct 那有的地方呢 会把这个knowledge 换成illumination illumination呢 这里就是 起誓 起敌的意思 那它呢 也有做光源的意思 比如说 屋里的光源 乃至于灯光这个光源 那也可以做彩灯或灯饰的意思 例如 圣诞的彩灯 Christmas illumination conduct呢 这里是做名词 表示行为的意思 那它也可以做动词 动词呢 有从事进行的意思 比如说 Conduct research 就是进行研究 那它除此之外呢 还有指挥指导的意思 那第五种德号呢 就是善事 善事又做 虚加图好去 是妙王之义 那善事对应的英文就是 Well gone 那第六种德号呢 就是世间节 世间节也做 路加倍 知世间 因佛多具足了知世间 以及出世间之一切里 那世间节呢 英文就是 know of the world know of the world 又或者是 the omniscient the omniscient omniscient呢 比较是英式发音 那美式发音通常会把它发音成 omniscient 那第七种德号呢 就是 无上条育丈夫 有时分裂为无上士或条育丈夫 诸佛因福德 智慧具足 威德即为广大 所以是大丈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文 无上条育丈夫呢 英文就是tamer tamer 它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呢 是 驯兽师 那这里呢 就是秘制了条育丈夫 无上士呢 无上士的英文就是 on the past on the past on the past这个词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由the past这个词根 加上ed这个后坠 然后呢 还有前坠 就组成了on the past 就是不能超过者 那第八种德号呢 就是天人诗 天人诗又易做 舍多提伯 魔兔舍难 或者是人天导师 那天人诗呢 对应的英文就是 teacher of heavenly and human beings teacher of heavenly and human beings 那这里的heavenly and human beings 指的是一切的天人 那地球五种德号呢 就是佛陀 我们刚刚讲了 佛陀就是佛达 佛陀呢 既觉者 因智慧具足三觉原名 知一切法 既一切心 所以明佛陀 也就是了悟宇宙生命实相之真理 那第十种德号呢 就是世尊 世尊呢 既世人所敬仰的 英语为伯家范 那世尊的英文就是 Word honored one honored这个词呢 经常会用于就是说 我很荣幸做毛事啊 比如说 I'm honored to be here today 讲完了佛的十种名号 我们来看一下佛的功德 佛具有三身四肢 五眼六通 十种大乐 十八打空 十八不共法 三十二种大仗不像 八十种随行好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身 三身呢 对应的就是 隐身 暴身 法身 隐身呢 指的就是电话身 英文就是transformation body transformation body 暴身呢 指的是受用身 受用身对的英文就是 reward body reward body 法身呢 指的是自信身 dama body dama body 那三十二相呢 又叫丈夫像 大仁像的 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 合成为庄严相好 讲完了佛法界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修行方面的知识 如何修佛呢 修佛虚发菩提心 忏悔 持戒 持斋 念佛诵经 持咒 回降 六度万行 觉心圆满 方能成佛 释迦牟尼佛于菩提树下 堵明星悟导之几层云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 结局如来智慧得相 但因妄想执着 不能证得 如理妄想 一切智 自然智 记得现前 也就是说 我们都本具足佛性 具足万能 具足无言六通 三生四智 每一个众生 都必将成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句子 首先是 一切众生 本来具足如来智慧得相 那一切众生 对应的就是 All Sentient Beings Sentient Beings 指的就是 有情众生 那Possess这个词呢 就是具备 拥有的意思 The Wisdom and Virtues of the Buddha 对应的就是 如来智慧得相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每一个众生 都必将成佛 Every Sentient Being Will Certainly Attempt Buddhahood Every Sentient Being Will Certainly Attempt Buddhahood 那成佛呢 就是Attempt Buddhahood 这里的Buddhahood呢 指的就是 A State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一种成佛的状态 Enlightenment呢 指的就是觉悟 顿悟呢 就是Sudden Enlightenment All Right 那我们今天的课堂呢 都已经讲完了 大家如果觉得 有些收获的话 可以按视频下方的 点赞 点阅 关注 或转发视频 也欢迎大家 关注我的Facebook和Twitter OK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周再见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